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8月26日 星期三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一起大範圍看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看到這裡是東海 有一個厚實的雲團 就是熱帶氣旋巴威 我們看看元朗地區 現在看到在我們南海北部有些雲帶 高空擾動也在我們北邊有一處的雲帶 看遠一點巴威預計在東海 今天會橫過東海 向北移一路上去黃海 以至是朝鮮半島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強的熱帶氣旋 所以相信會為這個區域帶來一些惡劣的天氣 我們看看香港附近的地方 在雷達圖像看到 香港的南邊有一些很有組織的 比較強的一些雨區發展 不過暫時都是集中在我們的南邊 在這個天氣照片也看到了 青水灣看出去南邊 一些雲帶 不過主要集中在我們南邊 我們日出的時候都看到天色很不錯的 很光猛 所以預計今天日間都會看到陽光 要留意今天預計天氣都會天氣炎熱 預計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也有機會去到一個甚高的水平 戶外工作活動都要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仔細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今天天氣炎熱 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 最高的氣溫上升至32度 不過今天稍後會是趙雨逐漸增多 亦有機會有狂風雷暴 原因是因為高空擾動 今天稍後就會抵達我們元朗地區 吹和喚的西南風 離岸風勢間中清靜 如果今晚回家的時候都要留意 今天稍後的時間可能會多一些趙雨 和有狂風雷暴 做好準備 從高空雨報圖都看到香港這個位置 高空擾動會在今天抵達我們元朗地區 半場的水氣和有利對流發展的天氣 就會在今天稍後 以至明天初時會影響我們廣東元朗地區 所以我們預計其實今天稍後 會開始有機會趙雨增多 和有狂風雷暴 而明天星期四 初時都會有些大趙雨和狂風雷暴 明天一間稍後趙雨減少 而隨後幾天就會見多些陽光 部分時間有陽光 天氣浩熱不過也有一兩程的趙雨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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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яд ח